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与湖南的这一桩事情有一定的关系 这则消息是怎么说的呢 中央媒的记者是9月22日从中央依法治国办获悉 中央依法治国办是派出六个督察组 对六个省区法治领域改革重点任务落实情况 开展为期七天的实地法治督察 而且这次督察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是中共二十大以来也就是2022年10月份以来 第一次综合性的法治督察 哪六个省区呢 分别是安徽 湖南 广西 四川 甘肃 宁夏 湖南位列期间排在第二位 督察组是由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限制的部级领导带队 有关部门和地方业务骨干 专家学者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加 所以它的级别规格还是比较高的 讲到级别就很有必要补充一下了 中国官方媒体所提到的中央依法治国办是一个简称 它的全称应该就是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这个委员会它的主任是谁呢 是习近平 副主任是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办公室的主任是陈文青 说回这一次所谓的实地法治督察 督察的重点是什么呢 根据样媒的消息啊 督察的重点是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 领导干部履行关键少数责任 法治建设一规划两纲要落实情况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内容 目的是推动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推动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成为遵纪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推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深入推进法治领域改革 以上就是中国阳媒关于这一次所谓的实地法治督察所做的报道了 那个内容啊真的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到底会查一些什么 反正让你去猜 所以现在啊 是不是说涉及到湖南 那从表面上来看我们只能这么说 未必是说就湖南的919刘文杰一事 而专门去湖南进行法治督察 但是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吗 比如说督察组去到了湖南去到了长沙 那么这三个人已经不在了 他们的家属还在 会不会去明渊 然后湖南呢或者是长沙是地方上的官员 会不会去做层层的阻拦 再接下去 比如说督察组的组长或者哪一位副组长 透过某一个特殊的信息渠道就得到了一些消息 然后循着蛛丝马迹会做出一些跟进 所以又会不会有这样的响应呢 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围绕着919刘文杰事件 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呢 这个议论确实是比较的多 当然如果说覆盖六个省一共是七天时间 那想必啊 目前是在互联网上诉约的 这个江西人士的家人 显然是要抓紧了 接下去就是相对微观层面的信息了 我在这里分享的是中国时政观察人士 发给我的知情人最新的提供的情况 关于刘文杰啊 就是他的老公是在湖南监狱系统工作 刘文杰他的儿子是在湖南审计系统工作 刘文杰女士还有一个弟弟 不过目前是否在体制内呢 就还不明确 但是听说也就是说知情人听说 他这个弟弟啊是稍微有点不争气 经济上有的时候是需要刘文杰 他这个姐姐帮忙出面是协调一下 也就是这种 但总的来看呢 他这个弟弟也不怎么惹大祸 也不是那种完完全全老实的那种人 刘文杰之外 关于事情之中的另外两个人 江一辉和江辉这一位知情人 也是补充了两个细节 但是他也强调的不知道真假 第一个就是说呢 到底是主动跳楼的 还是被摔死的这个点 那么目前即便是说在湖南两个版本都有 而且是越接近于湖南财政厅的这个人群 目前呢依然热传的 就是说这个江一辉和江辉是主动跳的 而且还是绑完窗帘之类东西之后 再主动跳的 第二个细节就是说 这个二江啊 他们怎么赚到的钱 根据平江那边所传的消息 这两个人平常的主业 也就是帮平江当地 或者是平江出身的一些领导 干一些活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主业 换言之钱 是从啊去服务这些官员领导那里得到的 关于平江啊 这位知情人还补充了一个背景的信息 就是湖南省岳阳市的平江县 这个是全国四大江军县之一 非常有名 在湖南有名 在中国也是有影响力 因为啊 他是江军县的原因 所以平江那边的人 总的来看就是很讲义气的那种 比如说兄弟在KTV 或者在什么地方起冲突了 然后呢 兄弟打电话来 不管已经是多大的老板了 都愿意亲自赶过去 帮忙打架的那种 因为被拘留了什么的 都是一人做事 一人单 没有二话的那种 而且是以此为荣 大家都是尊敬这种人 这个知情人补充这个细节啊 那根据我们旁观者的理解 就是说呢 在解释二江如果说去主动跳楼 或者说二江中的某一江 去主动跳楼 也不是说不可能 谈到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 在9月20关于919事件 所做的第二份通报 这位知情人就是表示啊 关于那一份东西 现在湖南公安 长沙公安的一些人士 也是觉得呀 确实是漏洞很多 他们也是知道这个中间 有漏洞的 但是这个事情里面 牵涉很多 有很多领导 做了很多指示 有各种各样的考量 所以最终 湖南方面 是妥协出那样的一份东西 因为事情敏感 在这里 我就不透露这一位知情人 以及分享知情人消息 给我的这一位 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的 具体的姓声 名水了 当然也有必要强调 这个是单一的信息源 整个919事件 可以说是扑朔迷离 留下了太多的问号 我也是联系了中国大陆 一位曾经跑法治口的记者 他觉得至少说 有这么四大疑点 第一点就是 两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 竟然没有制服一个年静 六旬的老妇人 因为刘文杰公开信息显示 是58岁 这个是疑点之一 第二点 财政厅厅长家的阳台 想来应该是风暴起来的那种 怎么能轻易在此坠落 第三点 打斗为何发生在阳台 这种视线常亮的地方 而不是较为隐蔽的室内 第四点 13楼坠下 几乎是必死无疑 是人都等 那么江某啊 他们是从正门进入 完全可以选择原路逃离 为何独独选择了 利用窗帘下滑 这么费时费力 而且危险系数极高的方法 关于919刘文杰一案 那您觉得还有哪一些疑点啊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来留言 其实现在说这么多呀 长沙警方很重要的一个 陈述性的表态 其实已经是成为了重视之地 是哪一句话呢 就是经调查 未发现刘某杰 刘文杰及其家人 与两名犯罪嫌疑人 江一辉和江辉了 在案发前有交集 这个话似乎就很难过关 所以啊 现在结合前面知情人 分享的情况 包括一些法律记者 所提出的疑点 在湖南长沙警方的 所谓的通报 已经引发了 极大的不信任的情况下 中共要想在一定程度上 去规避塔西图的陷阱 在一定程度上 要让共产党的形象 在普通人心中 能够稍微提升一点的话 对于919刘文杰一案 他最好的办法 其实呢 就是提及调查 在919刘文杰一案之后 美国的一家吃财政饭的媒体 是看出了一篇文章标题 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 意欲何在 其中就特别提及 中国大陆一个门户网站 比较巧的9月上旬 推出的一个专题报道 其中就是涉及到的 中国官员的非正常死亡 非常的简短啊 提要题就概括了几条死亡情况 9月9日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政协原主席 张慧鹏 中秋节晚上被发现 自杀身亡 4月9日 浙江凤化市 倒塌楼所属街道 建设管理办副主任 被发现自杀身亡 4月8日的上午 国家信访局副局长 徐叶安 被发现在办公室 自杀身亡 4月4日 在重庆打黑运动中 立功的 渝中区公安分局 竞争支队长周瑜 在一宾馆内自杀 而且啊 中国大陆这家门户网站的 专题报道就特别提及 从2013年1月到目前9月份 共有数十名官员非正常死亡 其中自杀者数量最多 其次是喝酒和意外事故死亡 这家中国大陆门户网站的 专题报道是可以搜到的 但是仔细来看 它应该是2014年 所做的一个报道 然后最近在9月上旬 可能不知什么原因 又推送了一遍 所以他前面提到的 那些官员死亡的时间 都是2014年为主 这个报道还特别提及 2013年1月1日 至2014年的4月10日期间 中国是共有54名 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 认定因为自杀 死亡的是超过四成 至于中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 它的疫运究竟何在 美国这家吃财政犯的媒体 其中就特别提到这么一句 绝大多数中国民众 乃至官员认为 导致官员非正常死亡的 最重要因素是恐惧 即害怕坠入 生不如死的双规 所以似乎这个意运 就是双规给中国的官员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恐惧 而关于中国官员的 非正常死亡 所引发的这种惊悚的程度 或者说震撼舆论场的 激烈的程度 919的刘文杰一案估计 就这一两年的例子来看 排进前三位排进前五位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快速的做一个梳理 惊悚程度 或者说让外界感到最震惊的 当然就是中国国务院前总理 李克强先生 在2023年11月底 是突然被官方宣布离世 当时包括香港的媒体的一些报道 其实就是有提及 李克强其实是由 陈宏他的夫人做陪的情况下 在上海东郊宾馆 他游泳的时候突发心脏病 然后经各方抢救 最后呢没有救回来 这个是可以说是中国官方 应该是释放给香港媒体的一个版本了 但是事情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注意到非常知名的 新华社退休老记者 顾万民 70多岁的长者了 就是公开呼吁 中共要炉下留人 先不要去逢话 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尸检事情的调查 而且应该公之于众 当然了顾万民先生 他几条呼吁 最后一条也没有落地 我相信顾万民老先生 他也知道他的呼吁 没有办法被中共听进去 但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某种程度上也是揭示 李克强先生 他的突然的离世 所造成的震撼的效应 现在回头来看 李克强先生 他的突然的离开 是一场医疗事故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接下去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 屏幕上的刘文喜先生 他是2022年7月上旬 突然就不在了 当时他的职务是河北省的副省长 河北省公安厅的党委书记厅长 刘文喜先生的离世 引人关注 主要是因为他到河北省旅行 还不到两个月 此前他是在中国公安部长期的任职 官方简短的复告是说 刘文喜同日 因突发疾病 是经抢救无效 而不幸离世 香港媒体解读是说 唐山当时是发生了打女人的事件 然后刘文喜 或许是有巨大的压力 这个说法似乎凸显的是刘文喜先生的责任心 但是现实情况 你刚去一个多月 恐怕连门路还没有磨青 人都还没有任期 所以是不是说 会背负这么大的压力 而且这么大的压力导致他的死亡呢 外界是明显在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这两年都过去了 舆论场上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刘文喜是被当地的这些官员联手杀害 另外一个非正常的死亡 就是2022年的4月底 当时是天津市的市长廖国勋先生 是突然就离世了 根据天津官方在2022年4月28日 所发出的短消息 廖国勋他是在4月27日 因突发疾病 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享年是59岁 其实在官方发出复文复告之前 上海的一个信息员就已经告诉我 廖国勋先生是自杀 离世 很有可能是抑郁症 在天津官方发出很短的复告之后 舆论场上有一些消息 其实是比较的多 直到廖国勋是已经被相关的领导谈话 他是畏罪自杀 畏的什么罪呢 包括在天津疫情防控期间 他的家人在其中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目前这么多人是已经离开了 中国的传统为逝者会 但是因为这些逝者 它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利益 所以还是有必要来讲一讲 因为中共黑箱不透明 包括对一些逝者的死因 他觉得没有义务来做进一步的交代 所以给各种各样的传闻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版本的泛滥 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 现在您看 包括919刘文杰一案 社交群组里很多人的一句话就是说 编剧一个电影电视都不敢这么去写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按照官方的脚本去写这样的故事 根本看的人都不相信 这个也是目前中共最大的尴尬之意吧 先上去来看一看 9月18日在深圳发生的日本国际小朋友 遇袭身亡事情的最新的进展 日本的外相上川杨子 在9月23日就披露 在联合国大会与美国纽约召开期间 他是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他是在东京雨田机场启程前向媒体做这样一番表示的 关于日本国际小朋友 遇刺身亡这个事情 上川杨子的说法就是将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件情况 并确保日桥的安全 上川杨子还表示 为了加强中国国内的日本人学校的保安体系 将紧急动用4300万日元约合人民并210万元的外务省的预算 事实上在日本外相这一次表态之前 日本是已经派了副外长 9月20日到9月24日 就是星期天到星期二 去到了中国紧急来处理深圳南童遇袭身亡事件 在稍微早一点 9月19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上周四就告诉媒体 他认为事件 袭击事件是极其恶劣 强烈敦促中国就所发生的事实 做出解释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三个月以来 第二起日本人在华遇袭事件 透过日本官方这几位高层人士的表态 可以看到在918事件发生之后 迟至9月23日 中国官方事实上是没有向日本方面来通报 这一次案情的最新的进展的 特别是犯罪嫌疑人 他作案的动机是什么的 根据日本外相的说法 应该他们还不掌握 所以动机不明 这个是非常要害的 因为动机不明确啊 所以现在其实传闻很多的 这两天有一则帖子是传的比较的广 其实一些社交群组里都能够看到 大概是一位警方的人士在说呀 这个事情他们是已经获得了眉目 就是当事人犯罪嫌疑人 姓钟的这个人是被美国的一家MGO非政府组织所收买 具体的支付的方式是240万元人民币的数字货币 虚拟货币 相关截评里的这一位所谓警方人士还言之嘈叨 美国的这一家非政府组织 它的目的就是要阻挡日本在华投资 所以明确的要求一定要在9月18日干出这样的一个事情来 而且认为啊强调这个事情的准备已经是超过一年的时间了 这样的帖子啊这样的传闻它是真是假 如果说你要去刨根问底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只能说呢从面上来看 现在不少人称这样的传闻为阴谋论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信中的人啊 他曾经有案底 那他不会不明白 在中国如果你去杀人啊犯这么严重的案子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那240万元人民币的 或者说你能拿到240万元人民币 你犯这样的事 你是没有命去用这这么一笔钱的 而且前面也是提到了 日本的官方的表态就显示啊 中共方面还没有把这个人的动机给到日本方面 所以一个警队的基层的人员 他敢透过社交平台去说这个事情吗 这个其实呢也是很难理解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样的帖子这样的传闻 他显示的逻辑很清楚 一切责任在美国 所以我们过去已经是听到看到很多了 所以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坚定的认为 这个是一种英文论的表态 中国近现代史上确实是备受凌辱 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来说 比较现实的一个姿态啊 其实很明确的 就是说你可以记住历史 但是真的不应该常怀仇恨 目前在能够看到包括中国体制内的一些知识人 法律人媒体人啊强调的比较多的 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紧要的时间段了 就是要一直 看上去啊 蔓延自私的狭隘民族主义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啊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呀 还是有请您多评论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 谢谢了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中共在9月26日的上午是举行了政治局的会议 会议通稿啊 央美发布消息的时候 最后一句话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这样的表述一般指的就是人事议题 果不其然 到了9月27日的上午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 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官网就看出了消息 至刘伟同志任交通运输部的党组书记 这也就意味着李小鹏 李鹏之子他的仕途是已经传到码头 车到岸要退休了 关于李小鹏的退休啊 其实不是说让人感到特别的意外 第一点就是李小鹏他的年龄摆在那里 1959年6月份出生 所以到今年2024年的6月份 他就已经满了65岁 到了一个退休的年岁了 当然现在有人讲习近平时代 那不是为年龄来划线 这个确实是 但是呢 主要还是针对副国级的官员 以及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密切的官员 比如说目前王小洪是担任中国公安部的部长 他是1957年的7月份出生 但是王小洪因为是解决了一个副国级的岗位 所谓的国务委员 所以他理论上的就接着干下去 第二点啊 透过李小鹏在交通运输部 他的一个仕途的轨迹 外界看的是比较的清楚 就是习近平对于李小鹏的使用是很谨慎的 是优舍点了 因为在2016年 其实李小鹏就已经成为交通运输部的部长了 但是一直到2023年的5月份 李小鹏才有了一个调整 接替了当时交通运输部的书记杨传棠 成为了这个部的书记 等于是一人兼挑两个职务 而在2023年的这次调整之前 交通运输部是中国国务院为数不多的实行双首长制的部委之一 所以其实他的尴尬也可见一斑 李小鹏去职书记之后 他目前担任的部长的这个头衔 那理论上很快也要拿掉了 时间就是在双月底所要举行的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 会行礼如遗 对外有一个官宣 时间应该就是10月底了 李小鹏除了部长之后 目前还有一个头衔 就是14届全国政协常委 关于李小鹏在政协 比如说能不能拿到一个政协副主席 成为副国级的官员 然后呢慢慢的就退休 这个说法一直都有 明年的两会是不是会有这一步 目前来看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根据过去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细节 那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习近平自己是红二代 对于他身边周遭的这些红二代 那他是严防死守 接替李小鹏担任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的刘伟 59岁 理论上呢 他应该也会接棒 成为交通运输部的部长 也是要走程序 等人大常委会的会议 他是河南人 早些年头啊 是在河南石化系统任职 十多年 近年来是先后在应急管理部 以及吉林北京任职 他是20届中共中央委员 这一次履行之前 他在北京啊 是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 目前20届中共中央委员中 担任副部级职务的只有两名 一个是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 另外一位是四川省委副书记 组织部长于立军 他是在20届三中全会上 地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 所以这两个人啊 特别是孟凡丽 近期动一动的可能性啊 那是非常大 现在在中国的地方上 其实很多地方大员是已经超零 或者说马上就要到年龄了 比较突出的是浙江省委书记 易烈宏 9月份满65岁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10月份 今年10月份满65岁 不过孟凡丽直接去做地方上的 省委书记 可能性应该是非常的小 似乎有可能 如果说仍然在地方上 现在有一个传闻啊 去接上海市的市长 龚正 因为龚正是1960年3月份出生 等于是说明年3月满65岁 他提前啊 腾出位置 似乎有这个可能性 再早一点 2024年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有传闻说 孟凡丽去安徽省做省长 但是也没有成行 在地方这一块即将到临的 还包括湖北省委书记 王猛辉 1960年1月份出生 辽宁省委书记好鹏 1960年7月份出生 内蒙古的书记孙绍成 1960年7月出生 所以这一块的 可以说呢 调动会是比较的大 不知道呢 是不是926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决定 还是说继续再等一等 所以您看 这么多重要的位置 要动一动人 然后填补者 所造成的那个空缺 又有新的人填补进来 随着李小鹏的去职 这一波随着盗龄和超龄 而引发的人事的巨变 已经是拉开了序幕 在李小鹏之外 目前那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胡海峰 胡锦涛之子 他未来的仕途 会不会说和李小鹏一样 就是正不及到顶 胡海峰 他是1972年11月份出生 所以马上就要满52岁了 他成为厅局级官员 是比较早 可以追溯到2010年 担任一个厅局级的事业单位的 一把手 紧接着呢 他在浙江开始仕途 这一块啊 就是蹉跎了比较久 一直到今年2024年的1月份 才成为中国明政部的副部长 所以可以简单的算下来 厅局级这一块 他是干了13年 14年 相比之下 李小鹏在企业干的时候呢 成为所谓的副部级官员 大概的年龄是41岁 所以这样一看 胡海峰已经晚了李小鹏 差不多10年了 胡海峰自然是年轻一点 但是就算说呢 习近平最后退出一线 但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理论上也会是校规草隋 这样来用这些红二代 红三代的官员 随着李小鹏的去职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看点 那当然就是说陈一新了 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党委书记 部长 因为陈一新啊 1959年9月出生 有公开信息显示 他是9月1日出生 所以也已经是65岁 超龄在工作了 那么陈一新会不会到点退休 目前传闻比较的多了 现在有一个说法 就是接替陈一新 当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人选 是郑新聪 从逻辑上来看呢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郑新聪 1963年11月份出生 年龄相对年轻 同时他是福建人 而习近平在福建 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 可以说是深耕了17年多时间 郑新聪和习近平是有交集的 郑新聪 也就是习近平福建帮 或者是闽江新军中的一员了 另外一点 郑新聪目前的职务 主要是在港澳事务这一块 其中他有一个头衔 是澳门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郑新聪的仕途 大多数的时间与政法委 与国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但是因为在港澳事务之中 他积累了两年半多一点的 这个国安经验 所以也算得上是专业对口 如果说果然是郑新聪 接替陈一新 对一些外资人士来说 可能会略感欣慰 因为过去一年多以来 随着中国的所谓反间谍法的修订 外资界的人士 包括欧盟在中国的企业 日资美资企业 普遍有一个共同的焦虑 就是认为反间谍法修订之后 很多信息的获得 似乎就处在模糊的状态 给他们的一些资本的投入 是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这一位陈一新 在2022年10月底 也成为中国国安部部长以来 确实是显得比较的高调 抓了一批 或者说调查了一批 美资企业 日资企业 在中国的高管相关的负责人 西方媒体批评 这个是中国以国安调查为名 对西方的企业来进行警告 恫吓 此外呢 中国的国安部 也是成立以来这么多年 首次开通了社交平台的账号 日更三篇 是一个经常性的状态 打头的这一篇点击量 偏偏都是超过十万家 给人整体的感觉 就是中国处处是间谍 去抓国家的安全重要性 甚至是超过了对经济的重要性 当然现在这几天 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大幅度的逆转 伴随着924 三大金融监管部门 一个出台相关利好政策 以及9月26日 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的会议 主题是在抓经济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陈一新本来你已经超龄了 另外过去两年多以来 形成了一些晋升效应 对外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影响 所以顺波下驴 让陈一新让出位置 应该也是符合情理的 在八月底 李强中国国务院总理 所主持的一次专题学习之中 是能够看到陈一新 做得非常的不安稳 目光很空洞 然后抓耳挠腮 抠鼻子 小动作不断 似乎就显得是心烦意乱 陈一新内心究竟是怎么个想法 咱们也是弄不清楚了 会不会说有壮志未愁的感慨 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 那短期内应该不会撼动 但是形势比人强 中共现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这么形容并不为过 内部经济问题重生 包括房地产的危机 地方债务高企 一些中小银行 坏账很多 在外部 当然就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持续在给中共 在施加压力 外资也面临 进退 要做出一个选择的 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了 所以中共 那只能做一些调整 这个调整 当然你可以理解成为 是一种纠错的能力 仍然存在 但是它的本质上来讲 还是说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长期统治 所做的一种调整 除了9月27日上午 交通运输部 所公布的这一次的人事变化之后 在9月27日的下午 四五点钟 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也是发布了一组人事的调整 其中就涉及到 中国国务院研究室的高层的调整 具体来说就是任命沈丹阳为国研史的主任 而现年60岁的黄守红就被免去了国研史的主任职务 沈丹阳 他是二十届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 此前是担任海南省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 1965年2月份出生 所以算下来呢 就是刚刚满了59岁 沈丹阳哪个地方呢 福建 曾经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10年 在福建厦门工作7年 在中国的商务部工作15年 2018年是空降海南任职 一直到这一次的返京 已经是正式跻身正部级官员了 公开信息可以看到 沈丹阳本科硕士博士都是毕业于厦门大学 16岁就考入了厦门大学的对外贸易系 沈丹阳的同门师兄弟 包括何立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目前国务院的副总理 刘坤 前财政部部长 以及潘贤长 现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副主任 这个官场就是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冰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有人来 有人走 具体到黄守红 60岁 他被免去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的职务 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从2023年3月份 本届中央政府上任之后 李强成为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之后 国研室的一正三副 旧的领导成员 全部就被更换完毕 国研室是中国国务院的办事机构之一 被称为国务院的智囊机构 其中一项重要职责 就是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而国研室的主任 一般就被称为 是中国国务院总理的首席智囊 所以简单来讲 黄守红就是过去的总理 李克强的首席智囊 三名现任的国务研室的副主任 分别是康旭平 肖炎顺 陈昌盛 都是2023年4月份新上任的 也就是在新一届的国务院领导 产生之后上任的 其中康旭平 曾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市委研究室的主任 那就普遍被认为 是目前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嫡系人马 肖炎顺曾任国研室宏观司司长 党组成员 陈昌盛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所以可以看到 李强是足足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才把国研室 总理的智囊 团队一正三复的领导成员 全部更换完毕 至于黄守红 因为是60岁正部级的官员 他去到哪里呢 很多人在关注 其实恐怕去到哪里 也不是太重要了 最后平平安安 再过几年能够顺利的退休 才是中国当下很多官员 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接下去来看看中日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在深圳发生了几段事件 一个日本小朋友遇刺身亡 中日关系是经受了非常大的挑战 特别是在日本那边 从各个层级的官员 到民间 到在华的日本的资方 对于中国 其实是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石破茂 他是主张打造亚洲版的北约 这样的一位政治人物 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新总裁 很快要成为日本的新首相 显然也会给中日关系 本来就不稳定 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先来看一看最新的这个消息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是9月27日在党总部进行了投机票 前干事长石破茂 67岁了 当选为第28任总裁 在首轮的投票之中 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过半数 因此由前两位进入最终的投票 结果呢 就是石破茂 击败了经济安全保障担当项 高士早苗 63岁 10月1日呢 根据这个流程 就是将召集临时的国会 届时石破茂 将成为首相岸田文雄的继任者 将会被指定为第102任首相 在中日关系这个层面 从极客的效应来讲 石破茂的胜选中国北京那边应该是呢 暂时的出了一口气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作为石破茂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高士早苗 他的政治理念啊 对外立场是属于鹰派 对华是非常的强硬 而且就表示上任后要参拜晋国神社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高士早苗胜出 就会给日中关系 那带来很大的挑战 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 就是埋下重大的隐患 在极客的这个舒缓境过后呢 有理由相信啊 北京还会是感受到石破茂 胜选以后带来的很大的压力 第一点 现在有点针尖对卖盲了 中国这一边呢 是反反复复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 安全是摆在第一位 而这一位石破茂 他是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大臣 也是非常重视安全工作 用他自己的话说呀 他长期从事安保工作 将会努力保护国家和国民 一定会创建一个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幸福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安心和安全 让每个人的脸上都再次绽放出笑容的日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未来北京有一些军事动作呈现出来 不排除日本表现的会更加强硬一些 第二点 那就自然而然接着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将安全 将国防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非常看重的一个领域 所以这一次在自民党总裁选战期间 石破茂所提出的亚洲版北约这个理念 那就引来了很多的关注 所谓的亚洲版的北约主要的就是石破茂提议 美国因为在亚太地区已经是拥有多个同盟体系 那么就可以拿过来作为亚洲版北约的基础 实现各个国家的安全保障 彼此之间互相照应 那么事情虽然很复杂 石破茂就表示 可以从美国 澳大利亚 纽西兰等环境相似的国家 先开始着手 做起来 理论上是有可能实现的 其实关于亚洲版北约 亚太版北约 在学术层面上 它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 大概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 它有不同的划分的办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划分 中间都没有中国 而且不管怎么样划分 中国那边像肯定认为 这个组织以美国为核心 由日本韩国等国家参加的这个组织 那一定是对中国带来了 非常巨大的安全威胁 第三点就是 石破茂对于台湾的看法和见解 目前来说相对是含混一点 石破茂在今年8月份 是以众议员的身份率团访台 针对台湾若遭无力攻击 日本应如何应对的问题 石破茂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目前应全力思考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 至于事态若真的发生 他不便公开对外说明结论 在与台湾总统赖清德进行的会见之中 石破茂则以俄乌战争为例 强调当务之急就是要防范 今日的乌克兰成为明日的东北亚 这里面就是有虚有识 有真有假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交织在一起 不只是说台湾方面在解读 北京更是会非常密切来关注 另外一点 当安倍晋三现在的时候 曾经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主张 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石破茂 就公开表示 所谓的台湾有事 必须要有更具体且细致的认定及应对 他的这个说法 外界是普遍解读为避重就轻 所以也估计因为他的这个表态 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 和安倍晋三相比 和高氏早苗等人相比 石破茂其实应该算是所谓的青中派 所谓的青中派这个头衔 那想必石破茂本人是不会去接受的了 其实在北京那边也已经给他是打下了一个标签 就是日本的首相怎么变化 其实都不会改变日本去联美恶华 以台制华这样的策略 这个是中国官方的用语了 当然退一步来讲和高氏早苗相比 中方还是认为石破茂虽然也是属于自民党内的保守派 但是他的政策主张相对是稳健平衡 还是希望同中方通过防务对话交流来增加信任度 现在其实不管是中日关系 最归根结底还是说中美关系 因为习近平任上已经抛弃了邓小平 所规划所拟定的韬光养晦绝不出头 等等这样的方针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得非常的糟糕 不确定性持续在增加 所以中日关系那究竟会走出怎么样的态势 石破茂会不会有一些惊天的大动作 特别是说在打造亚洲版北约这一块 等待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之后 会不会有实质性的推进 这个就是北京在密切在看的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是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在北京时间9月26日 星期四中午大概一点多 一点点 中共的央媒新华社是放出了消息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当天是召开了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主持了会议 这一次会议啊 其中有不少涉及到房地产的 第一次首次出现的表述 他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现在是引发了很多的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分析人士谈论最集中的 就是这么多次政治局会议给他看下来 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提法式 首次出现 这个说法的出现就意味着 中国比较早的开始的 与2020年2021年的这一轮的房地产的危机 因为中共是出台了很多的限制性的措施在供给侧这一块房地产企业啊 大量的违约倒闭 留下大量烂尾楼 那么这一轮房地产危机随着9月26日政治局会议的最新的表态啊 它的市场底那有没有到恐怕呢 还得再观望一阵子 那么政策底和情绪底现在初步来看是已经到底了 或者说呢就是目前的情况来看的是到底了 所谓的政策底就是中共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啊 出台各种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就推动形成了一个市场的底部 所以说这是政策底是到底了 情绪底呢就是说呢 已经到了底随后就要反弹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比如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的主要内容被披露出来之后 沪深300房地产指数 它收盘是一共上涨了9.36个百分点 也能够看到这种情绪的大爆发的态势 伴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次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 首次出现的提法 目前中国大陆的分析人士就是一致认为 第四季度 那么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房地产宽松的很多的政策将继续加码陆续出台 当前是仍有限购政策的城市 中国主要就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天津和海南的部分地区 那么分析就认为 预计未来北京上海深圳的限购政策将进一步的所谓的优化调整 那么广州等其他地区还有限购的 这些地方有望所有政策全面放开 那么北上深更大力度 这个限购政策的优化是有助于发挥大城市的带动效应 然后提增市场的信心 在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还有一个提法 就是说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 这个中间的严控增量和提高质量目前来看也是首次提出 而且这个中间的严控增量看上去也是首次或者说比较少见的排在了优化存量的前面 所以这个重点也是很清晰有变化 关于这一点中国大陆的分析人士其实也是很敏锐的就看到了 认为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强调就是说呢 在增量上要严格控制意味着未来各地土地供应量 住房供应量等都要结合城市自身的实际需要推进 不能够盲目扩大各类住房的供给量 而首次提出的提高质量 分析人士就认为意味着房地产建设的质量的要求还是必须加码 在既有的保交房工作基础上要立足质量导向 持续做好高品质的住房建设等等 目前呢就是中国大陆的分析人士 对于926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的解读了 可以说呢空气中弥漫着乐观的情绪 但是中国房地产的危机 它是多年以来所累积的 是不是说开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能够呢所谓的指跌回稳 那当然是说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现在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就是517新政 当时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也是出来说话 要求地方上来进行搜储去收购闲置的土地 收购闲置的烂尾楼再开发 然后呢央行还拿出了3000亿的贷款来推进搜储工作 但是517的政策力度是很大 结果呢它的效果也大概只是维持了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那楼价盖跌的继续跌 所以现在有分析认为这个是让中共感到非常的意外 那么这一次呢926局会是喊出了房地产市场要止跌回稳 包括成交量止跌回稳 成交的价格止跌回稳 9月24日中国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召开发布会 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措施放了一系列的利好的政策出来 那么股市是已经全线收复了3000点 就要看中共所做的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这个表态也好 这个包票也好 一包到底呢 还是一包几个月呢 会不会又重蹈517的负责 因为这个中间有个很现实也是很紧迫的问题 就是中国目前的全国商品房的库存仍然是处在很高的位置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就显示 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是已经连续多个月呈现相同的走势 也就是说呢 包括房屋的新开工 施工面积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等多效指标是同比都在下降 只有一个主要的指标在增长 那也想必猜 您也可以猜到 就是商品房代售面积一向是在增长之中 这个就意味着楼市库存的压力其实是在持续增加的 目前中国商品房代售库存是处于历史最高区间 八月份的数据显示是7.38亿平方米 那么过去十年呢 中国全国商品房房产的代售面积年均值大概是5.98亿平方米 所以这样宽算一下来八月份的数据啊就是超过平均值1.4亿还要多一点点 所以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那就要看中共的926局会是提出了止跌回稳 那花多久的时间能够实现止跌回稳 然后止跌回稳又能够持续多久的时间 如果和517新政一样持续两个月 那这个真的是很大的讽刺了 另外一点还是说信心的问题 926的局会其中很重要的一句 就是提到要全面客观冷静 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正式困难坚定信心 包括围绕着房地产政策的一些调整啊 所谓的回应群众关切 显然中共也是希望把这种信心传递给普通人 稍早的924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政策 包括降低存量房贷的利率0.5个百分点 将中国全国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比例 从25%下调至15% 以及将央行对保障房住房再贷款的资金支持 从60%上调至100%等等 那一方面是给消费者买房的人提供信心 另外呢也是给供给侧测 给那些房地产商再更多的信心 但是现实的问题又摆在这里了 房价之贵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措施呢 是没有办法让房价给它跌下来的 所以现在社交群众里很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说加钱加福利加幸福感 对不起啊 目前可能还是给不到 但是我可以让你去加杠杆 那因为你的首付比例下调至15% 等于是说你的杠杆又可以往上来走了 所以现在就是看普通的中国人啊 是不是去买账了 因为根据官方根据局会的表态 就是我们要止跌回稳了 包括成交价格要止跌回稳了 再跌反正我们是要回稳 我们不让它再跌了 哎就看你上不上车了 926的局会是有一句话提到了 要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现在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 一般的认为啊 就是说租购并举 一方面当然就是建商品房 另外一方面是建连租房 保障性住房等等 这样的模式 比如说在香港 在新加坡 其实比例是很大的 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满足了一些低收入群体 他住房的需求 但是926政治局会议 在这一块琢磨 其实是很少的 现在中国低收入群体 有6亿多 每月的收入在人民币 1000元以下 那对这个庞大的人群来说 如果说房地产的价格 真的是止跌回稳了 然后连租房保障性的住房 配套又跟不上 就像眼下的态势一样 那房地产危机 怎么可能呢 就是真正意义上走出去呢 就算政策面 情绪面 市场面的短期内 已经住了底 但是从相对长一点的时间来看 低收入的人群 他的收入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提升 当然再加上了中国的人口的结构性矛盾 等很多的问题 它叠加在一起 那么这些已经住了底的 这个面 那个面 他会不会说继续又往下行呢 来看一看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生在深圳的918极端事件 一个日本国籍的小朋友遇刺在9月19日宣告不治 所以算下来截至9月25日就是这个小朋友的所谓的头期了 目前中国官方深圳警方是没有就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有公开信息的发布 那么有没有私下里说给日本人方面通报呢 目前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的一些表态来看 中国官方也没有给到日本方面一个说法 而且您看王毅的表态 根据西方媒体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消息进行汇总 王毅兼日本外相的时候 非但说呢 没有进行道歉 而且态度显得是很强硬 不知道他的这种啊 有一些媒体分析人士称傲慢 他的这种傲慢的姿态究竟是来自哪里 什么原因 首先还是来看一看日本官方最新的一些动作 在9月26日 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制 他是到访了中国辽宁省的沈阳市 就与沈阳市委副书记举行了会谈 关于在广东省深圳市发生的日记男童遇袭身亡事件 金山就指出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有针对日本的极端言论 要求取缔毫无根据性质恶劣的帖子 那么这一位沈阳市委副书记就对事件表示遗憾 而且特别的日本驻华大使金山 他就指出事件给所有在华日桥带来很大冲击 要求对沈阳日本人补习学校加强警卫 而沈阳市委副书记就表示 将保护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的安全 同样是这位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制 稍微早一点啊9月25日也就是深圳发生的极端事件 这个日本人小朋友的头期 他是去到了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 与辽宁省委书记好鹏是举行了会谈 金山就对这个极端事件表示了担忧 特别就指出日本对华经贸来到了大的岔路口 情况极其严峻 而好鹏就按键是表示极为遗憾 绝不允许任何步伐行为 金山其实是讲得很直白了 就是说呢 在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方面 日本啊将与辽宁省推进合作 但是确保日桥的安全是最基本的事项 要求加强日本人学校的安全措施 好鹏也是回应承诺 有责任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安全放心 日本媒体在报道这一次会谈的时候 也是特别介绍了相关的背景 就是9月18日深圳极端事件发生的时候 刚好也是中国纪念918事变93周年 中国繁日情绪是高涨 所以日本驻华大使也是称 在华日桥是普遍感到不安 而以918事变的发生地沈阳市为首 中国多地是在9月18日举行了纪念活动 包括9月18日在深圳 也是进行了防空警报的市民 时间也是比较的久 可以看到这位日本驻华大使 金山县制非常的忙碌 因为就在9月24日 他还又去到了大连 也是与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举行了会谈 金山就是要求当地的官方加强大连日本人学校的安全措施 而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是透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已经采取了在学校周边增派保安等具体的措施 大连这个地方日资非常的密集 现在有超过1700家日资的企业是在大连 所以呢 日本驻华大使就特别强调 那案件发生之后对在华日起而言是来到了大的岔路口情况极其严重 而且他还认为对日中关系是正在逐步产生影响 所以确实很直接 那么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表示会注意日本方面的担忧 指出让包括日桥在内的市民感到安全放心是极其重要 日本驻华大使可以说是三天三连发能够看到日本方面对于深圳发生的极端事件 那确实官方非常的重视 而且日本官方也是喊话 这个事情会影响到日中的经贸关系 会影响到日本的资方人士在中国 他是不是能够感觉到安全 其实呢 话为之音也是很明确的 如果说事情处理不好 不排除日本方面啊 很多人会返回到日本会撤资走人 所以相比之下 这个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啊 他在9月24日与联合国的总部和日本的外相上川杨子进行碰头的时候 他的说法现在就听上去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强硬 非但没有道歉 反而是说要求日本方面要保持克制 根据中国央美所披露的信息 王毅啊 就在纽约告诉日本外相上川杨子 就是说中方将依法调查处理深圳日本学生遇袭这起个案 原文就是个案 也将一如既往保障所有在华外国公民的安全 日方应当冷静理性看待 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 所以这个不只是纯粹的官方辞令啊 而且是说一般的外界的人士听上去就显得是过于强硬 甚至是傲慢了 王毅说这个是个案 那其实呢 过去三个多月 已经发生了三起针对外国人的极端事件 其中两起是针对日本的公民 所以这个还能的称得上是个案吗 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强调日方应当冷静理性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 其实在这个事件之中啊 因为是日本小朋友国籍小朋友已经不在了 所以中国官方是理亏的 理论上来讲呢 他应该是一个有一个道歉或者说表示遗憾 目前不管是中国媒体的报道还是西方媒体的报道都看不到 反而是王毅在提要求 所以很多人在互联网上在追问王毅的傲慢啊 他是从哪里来的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这一次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日本外相善主川杨子和王毅的会谈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么在一个小时之中 绝大多数双方都是在谈深圳发生的这一起极端事件 上川就表示极端事件发生啊 是严重打击了作为日中关系基础的国民交流的大事 他就要求中方向日方给出明确说明 防止重演早日查明包括嫌疑人动机在内的事实真相 并做出严正的处罚 那么上川还特别提起 中国的社交平台上毫无根据性质恶劣的凡日帖子 直接发展成了威胁儿童安全的事态 他表示绝对无法容忍要求中方尽快取缔处理 日美也是提起双方一致同意啊 通过外交渠道继续开展磋商 所以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些政要都提到了 目前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普遍存在着的一些仇日帖子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 中国的网络这个内容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而这样的一些仇日的帖子 有一些是非常赤裸裸的 能够比较久的存在 比较大面积的存在 所以他难免不要说日本方面有怀疑 普通的中国人也是怀疑 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些做法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许的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仇日教育 我是看了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有一些老师表示 中国的教材里绝对是没有仇日的内容的 文本不存在 但是呢在一些课堂之中有一些老师 因为你他们从小七零后八零后 也受到的就是这种仇恨日本的教育 或者说不能忘记国耻的教育 那么这些人成为老师之后 确实啊 不管是过去的视频 还是一些老师接受采访时候 所分享他们的实际的见闻 确实是有一些老师在课堂上 在那里啊去鼓动反日的情绪 某种程度上啊甚至是鼓动那个仇恨日本的情绪 这个是也是客观的存在 所以中国现在看 两块内容 除了日本官方所强调的反日仇日的帖子 要把它清除掉之外 还是包括一些老师啊 在课堂上的这种仇日的情绪 应该得到控制 现在根据一些专业的分析人士的说法 就是王毅的这个表态 还是让人有一些意外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官方其实是不希望事件 进一步打击外国投资者信心的 所以王毅是强调是偶发是个案 但是这个姿态还是盛气凌人 现在的情况不只是说日资企业 包括欧盟各个国家在中国的一些资本 根据他们商会所做的报告分享的信息 就是在中国的这些外资企业赚钱 盈利的能力已经是越来越难 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 盈利的预期 他们也是觉得越来越悲观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王毅这样的一个姿态 岂不是把这些人 又给他加了一把力 往外面再推呢 在日本那一边 那总体来看啊 根据日本政要的表态 是对这个事情反映非常的强烈 这个中间当然是说事情本身 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严重 此外也可能与啊 日本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啊 在即 那么日本民众对于执政党 妥善处理事件的能力 就会更加关注 更加的敏感 所以执政党当然就会强异一点 似乎是体重应有之意 但是呢 他也面临经济方面的考虑 就是日本的水产品啊 重新进口到中国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一个现实的利益 最后的难题 还是给到了在中国的这些 日本的企业家们 最新的消息就显示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 最新的一个表态 就是说 如果说中国频繁发生类似事件 像深圳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 恐怕将失去各国的信任 结果就或许会导致 对华投资的减少 说的呢 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词语 恐怕或许弱势 但是呢 听话听音 中国方面应该是很明确的 听到他们的忧虑 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有请您啊 多评论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我们下次见